看看新闻吧 两人却不约而同地迈起了关子 两位主演对影片剧情讳莫如深 但谈论起导演杜琪峰却滔滔不绝 在孙宏雷看来杜琪峰不仅导戏功夫一流 连演技也不输大牌演员 电影独战士孙宏雷与古天乐两人 继铁三角之后二度合作 除了是工作上的好搭档 生活中两人也成为了关系不错的好友 发布会当天恰逢光怪节 孙宏雷就在现场为古天乐送上了祝福 我在十一回头后 没有学年 我觉得他们完美 然后他们演技一天一天不好 我非常敬佩 很敬佩 我对他们的真诚 我希望他能够少幸福一点 多休息一下 我喜欢法国的希望都去 早点男人的女朋友去法国 都不加 我们在北京请他和他女朋友吃个饭 这是我 此生最愿望 电影独占作为最后一部入围 今年罗马电影节主章赛单元的影片 将与包括冯小刚1942在内的15部影片 共同角逐最高奖项 马可奥雷利奥金奖 主演孙宏雷对影片走向世界信心十足 但导演杜琪峰却依旧表示 自己对拿奖真的兴趣全无 这部电影我觉得它是一个世界电影 它在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 都是可以看得懂的 它不是台词电影 它是动作电影 枪在这里面虽然枪在得很漂亮 但是不足以说明的问题 我觉得足以说明的是人性 娱乐新天地下张文北京报道 天地下张文北京报道